村的网友,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就是在我们村口这边,马路旁边 我家这里有一个鱼塘,然后也种了一些树木 还有蔬菜,这块地坯将近910多个平方 我老爸的亲兄弟啊,因为在村里啊 老家没有建房子,在宣城买的房子 想要在老家建一栋房子,然后看种了我家这块地坯啊 因为我家做房子的时候啊,也卖过他家一块地坯啊 然后现在啊,不是我家不卖给他家这个地坯 这样的事情啊,大家帮忙看看我家要怎么样去处理啊 本来我家这个鱼塘,还有鱼塘上面种了菜的地 一共有一千多个平方 因为村里村口这条马路扩道,占用了一些 也是为了给村里的人进出方便 所以现在这块地坯占地总面积910多个平方 因为我家建房子的时候 我家的房子是建在村里面 是拆掉老房子 但是也要拿他家一间老房子 将近10个平方的 按300块钱一个平方 买下他家的老房子建起来的 但是现在他家要我家这块地坯建房子了 然后大家帮忙看一下啊 这样的事情啊,我要怎么去处理 我家盖房子的时候啊 之前也考虑过用这块地坯 面积的话就足够 因为地理位置啊,又非常好 那边呢,就是老乡家 也是这几年盖起来的 这块地坯就在村口 然后这边呢 就是村口初期的路 初期那边就是一条大马路了 那条大马路就是去我们眷城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里有个鱼塘 之前呢,放了非常多的鱼 然后这个鱼塘啊 又是比较低一点啊 然后在这边建一个房子啊 考虑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要把这个地基啊,垫高 才能建房子 所以就没有考虑啊 所以现在大爷家呀 就看中了这块地坯啊 就是想卖下来他家在老家建一栋房子 最主要的就是我家建房子的时候 要拉他家十个平方的老房子 都是按三百块钱一个平方 出拉三千块钱 然后现在他家要建房子 要我家这块地坯 九百一十多个平方 都出六千块钱 搞得非常头痛 这块地坯啊 本来村里面很多人都想要 都出三百块钱一个平方 但是我家没有卖 然后现在他家要了 搞得非常头痛 人家说亲兄弟都是明算账 像这样的事情啊 网友们 大家说要怎么去处理啊 大家帮忙转发分享一下啊 让更多的人看看 这个事情呢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好了 先感谢大家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